我們現在要上個東西叫做外地質盈利 第一個是什麼玩意兒叫做地質盈利 地球表面上、地殼上面發生的種種的變化 這種作用叫做地質作用 那麼會造成地質作用的力量 就叫做地質盈利 這是一個名詞 顯示我有學問,你沒有學問 你不懂的是這樣子而已 這個力量我們叫做地質盈利 這個力量會幹嘛 這個力量會造成地殼上的種種的變化 為什麼改變變化 這叫做所謂的地質盈利 都有所謂的地質作用 地球表面上、地殼上、延遲圈上 產生的種種變化叫地質作用 會造成地質作用的力量叫做地質盈利 地質盈利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內營利、一種叫做外營利 我現在這一段可以叫做誰 外營利 內一定要到後面 到後面才會交 目前可以講最主要就是所謂叫外營利 外營利 那什麼叫做外營利 不是來自於地球表面跟表面以外的 地球表面跟表面以外的 藉由不同的介質 但我跟你講什麼介質 所產生的結果 我風化、金石、搬運、成績 這四個就是我在這一段要教你的事情 這四個就是我在這一段要教你的事情 這四個就是我現在要教你 我要教你風化、金石、搬運跟成績 我要教你剛剛說四樣東西 就是要教風化、金石、搬運跟成績 然後呢我們說這個是地球表面跟表面以外的東西 其實藉由不同的介質所產生的風化、金石、搬運成績 哪些這些介質 就這些介質 我們課本上有交河水 有交海水 有交風 有交冰 我們沒有跟你講雨水 沒有跟你講地下水 反正就是一個重力嘛 東西會往下掉嘛 往它掉嘛 大氣環流嘛 大氣環流讓它搬運呢 或是怎麼樣啊 所造成的結果 所以我們說外營力就是地表的東西 藉由不同介質傳遞能量 達到了風化、金石、搬運跟成績 介質包括這一些 然後我們要教上面 綠色是誰數 我要教的內容 我要教河水 我要教海水 我要教風 我要教冰 的金石、搬運跟成績 OK 知道一下 那麼 內營力就是來自地球內部的 包括岩漿活動、地殼相對運動 地殼相對運動 就主要是後面叫所謂板塊 板塊 岩漿就是火山啊 所以有地震啊 火山啊 折縱啊 斷層啊 上一次 上一次 學測考了一體 考了火山 學測在考火山的時候 其實我們課本內容 沒有太教火山 那其實你也不需要懂火山啊 你只要知道火山是所謂的 內力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你就知道什麼地震啊 火山啊 折縱啊 斷層 都是內營力所造成的結果 還能使內部的岩漿活動 跟板塊相對運動所造成的 叫做所謂的內營力 地球內部 也有內部的 內部 所謂的內營力 內營力 OK 基本上外營力會使地球越來越貧 內營力會使地球越來越貧 內營力會使地球越來越貧 我看過一本偉大神奇的參考 是不是跟你寫說 外營力不見得使地球越來越貧 比如說黃土高原 這種神奇的話不要理他 你說我要你地球結合 我剛剛跟你講火山點對不對 火山點你只要知道它是內營力會使地球越來越貧 你拿出來 你就給我記住 內營力會使地球越來越凹凸不平 外營力會使地球越來越貧 我後面有東西會跟你解釋 為什麼外營力會越來越貧 外營力會越來越貧 你把這個結果 作用的結果 記下來就可以了 OK嗎 OK 這叫做所謂的跟你介紹 什麼叫做 地質營力 分內營力跟外營力 解釋一下它的作用 它的結果之類的 OK